玄灵木叶是大自然的真正艺术品 它的细腻形状和独特特征使其成为秋天的象征 展现了这个季节带来的美丽 今天,我将向您展示如何用布料制作一片玄灵木叶 完美用于装饰您的家或赠送给特别的人 所需材料、彩色布料、尺子、剪刀和别针、缝纫机和线 A、B和C的模板应使用纸张制作 请查看视频描述中的PDF 按照模板上的编号进行缝合 沿着指示的线条进行缝制 始终确保缝线边距正确 完成每个模块后 用0.75厘米的缝线边距清理边缘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类似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启用通知 以便不会错过任何新视频 请与您的朋友分享本教程 并在下方留下您的评论 我很想知道您的想法 以及对未来视频的任何建议 使用热明笔 在每个正方形的背面上标记对角线 将一个正方形叠放在矩形的一侧 沿着标记的线缝盒 根据0.75厘米的缝线边距 剪掉多余的布料 然后在矩形的另一侧 重复同样的步骤 使用另一个正方形 连接完四个象限后 您的悬灵木叶就几乎完成了 最后 进行必要的修整 确保所有缝和线条都牢固 如果需要 您可以使用一条彩色布带给叶子 添加一个把手 完成 现在 您拥有一片漂亮的布置玄灵木叶 可以用作装饰品 甚至是其他创意项目的一部分 发挥您的想象力 享受这个特殊的秋季 我是Sabrina Moeller da Rosa Amando Patchwork频道的创作者 感谢您的观看 祝大家工作愉快 枫叶